大家知不知全香港最危險的樓梯在哪裏? 在團興路和團喜路交界 這條樓梯是不合標準的 要合標準是 梯級高度不可以高過150 而踏板 最少有280 而這條樓梯 而這條樓梯的高度是165 闊度只有235 如何去這個團喜路呢? 是屯門站的VCity 走這個商場走到大會堂 落到這個 團喜路大概是16分鐘 最方便是VCity 走商場走到大會堂那邊 其實就是紅色鑽嘴的位置 現在這裏就是街景 團喜路的街景 那麽前面就隱約見到那條樓梯了 根據政府的規定 公共行人天橋和隧道的樓梯 踏板標準要求 踏板闊度不得少於280毫米 梯級高度不得超過150毫米 不過在空間有限的情況下 踏板的闊度可以縮減至250毫米 高度可以增至165毫米 然而被譽為全港最危險樓梯之一的團門團輕路通往團起路的樓梯 踏板闊度僅為235毫米 並不符合標準 目前大多數新建樓梯都按照設計標準建造 但一些早期建設或因地理環境限制的樓梯 可能無法完全遵循標準 他還指出 屯門的樓梯並非垂直90度 而是稍微傾斜 這是得市民使用時心理上感覺狹窄 此外 政府在樓梯中間增設了一條副手 以便市民上下樓梯 這樣的寬度和高度從嚴格意義上來 說是符合當前標準的 他建議對不符合標準的樓梯加裝改善設施 例如扶手 防滑水泥及警告標語 我現在親身試一下走這條樓梯 其實下去就這樣眨眼看樓梯都有點斜 我都要很小心走 而且一條樓梯設計就不好 它斜斜的 腳其實不可以打直走 要橫走才可以踏到 梯板 你看我現在是踏了腳出去的 但我們很少走到梯急邊 我們通常 要貼到很盡 出到盡都是踏到少許出來的 我們也有少許踩腳 但是要很小心走 如果把腳踏直 和很貼的梯級 都還是踏了腳 真的要很小心走 大家有機會來走這條樓梯 我也拍了幾個行人 他上下這條樓梯的動作 給大家看看 吃完oo梯 感謝觀看,記得訂閱《香港背包》 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